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日,我们将带您一起探索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从科技的进步到全球化的挑战 每个角落都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论是赛车运动的媒体版权交易 还是人工智能、AI监管的新要求 又或是中东地区的毒品问题 我们正处于一个需要智慧和远见来应对挑战的时代 首先,赛车运动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F1的所有者自由媒体以45亿美元收购了MotoGP的母公司 这笔交易的成功与否需要欧盟委员会的批准 这看起来是一场关于速度与激情的交易 但背后也暗藏着反垄断的担忧和数字媒体版权的角力 接着,我们转向人工智能、AI监管的问题 一个充满未知与挑战的领域 在AI不断演进的今天 如何制定出既能促进技术发展 又能保障公共安全的政策 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课题 最后,我们将目光投向中东 一个由于毒品问题而日益严峻的地区 特别是卡普他纲的流行 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 更关系到地区的安全与政治稳定 从赛车的引擎轰鸣 到AI技术的边界探索 再到中东地区的毒品危机 这个世界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和前瞻性政策 我们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保护公众利益 并促进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索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在今日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从科技的进步到全球化的挑战 各个领域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这些变革不仅仅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结构 还对法律和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赛车运动的媒体版权交易 到人工智能、AI监管 再到中东地区的毒品问题 我们正处于一个需要智慧和远见 来应对挑战的时代 首先,让我们看看赛车运动的世界 根据路透社观点报道 F1的所有者自由媒体 最近以45亿美元收购了MotoGP的母公司 旨在复制F1在收入增长和数字参与度方面的成功 然而,这笔交易首先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的批准 尽管2006年CVC Capital Partners 试图拥有这两个赛车系列时被阻止 但数字平台和流媒体服务的兴起 可能意味着自由媒体这次面临的反垄断担忧较少 专家们建议 最坏的情况可能涉及进行小的让步 例如不重叠两个赛车系列的拍卖过程 接下来是关于人工智能监管的问题 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所述 所有良好的政策实践者都知道 所有监管活动都受到代理问题的约束 被监管者比负责监督他们的人 更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AI技术因其人性化和不断演变的特性 有可能创造完全意想不到的惊喜 及那些即使是谨慎的风险管理 也无法合理预期的真正黑天鹅 欧盟已经提出并由27个成员国支持的AI法案 以及美国白宫宣布的 关于安全、安全和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开发和使用的行政命令 都是试图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 然而 这些规则都集中在风险管理和问责制的官僚程序上 尽管他们所管辖的AI的结果仍然包含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 来看看中东地区面临的毒品问题 外交事务报道了中东地区正面临重大的毒品问题 尤其是混合了安非他命和咖啡因的卡普他钢 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地流行 叙利亚是卡普他钢的主要生产国 这位该国极其独裁者巴萨尔·阿萨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阿拉伯国家需要与美国合作 分享更多关于毒品网络的情报 并开始治疗毒品用户而不是惩罚他们 此外 中东国家必须迅速行动解决卡普他钢问题 因为有风险被更具破坏性的假基本饼案所取代 通过这三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体育、科技还是公共卫生领域 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都需要国际合作和前瞻性政策来应对 只有通过共享智慧 加强监管和促进跨国合作 我们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保护公众利益 并促进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在当今世界的瞬息万变中 从中东的政治风暴到亚洲的经济越近 再到企业界的战略合并 每一个角落都在见证着转变与挑战 这些变化不仅塑造了国家的未来 也影响着全球的经济与政治格局 让我们透过Foreign Affairs Reuters Breaking Views等媒体的深度分析 探索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的策略 印度在莫迪领导下的经济前景 以及Grab与GoTo潜在的合并案 对东南亚市场的影响 Foreign Affairs提供了对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的独到见解 前申拜特局长兼以色列政治家Uvo Disken认为 以色列在加萨地带的军事行动 无法带来长期的和平或安全 他批评以色列政府未能为战争制定政治目标 也没有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Disken认为 以色列需要改变其做法 追求两国方案 以重新获得全球支持并削弱哈马斯的力量 他坚持 政治协议是真正击败哈马斯并确保以色列长期安全的唯一途径 Disken最终得出结论 以色列必须选择新的领导人 并重返两国解决方案的目标 以改变叙事并实现对哈马斯的政治胜利 另一方面 Reuters Breaking Views提供了对印度经济前景的深刻分析 即使印度总理莫迪极有可能连任 带领国家进入另一个经济扩张的十年 但即使印度达到每年8%的增长率 也将无法实现到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 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 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5.8% 他的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以清理金融系统并提高效率 然而 印度仍面临着公共债务水平高 和经济各部门增长不均等的挑战 尽管莫迪的改革难以逆转 但增长并非完全依赖于他 回归联合政府可能会放缓决策过程 在企业界 Reuters Breaking Views也对Grab与GoTo考虑合并的消息 提供了见解 作为面临财务挑战 和投资者兴趣降温的东南亚超级应用巨头 这两家公司的合并将创造一家价值180亿美元的公司 并有可能加快他们实现盈利的旅程 Grab和GoTo的估值在近几个月大幅下降 Grab从400亿美元跌至130亿美元 GoTo的股票价格比IPO价格低80% 合并有助于削减成本和提高利润率 特别是在两家公司都在争夺市场份额的印尼市场 考虑到Grab的更大影响力和52亿美元的净现金 它很可能在任何交易中占主导地位 关于形成垄断的担忧 可以通过允许GoTo保留其本地品牌 同时从Grab的区域增长中受益来解决 这些分析不仅展示了各自领域内的挑战与机遇 也凸显了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寻求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无论是以色列寻求长期安全的策略转变 印度在经济增长道路上的挑战 还是Grab与GoTo潜在合并对市场的影响 这些事件都在塑造当今世界的面貌 并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在全球的政治舞台上 各国的选举不仅是内部政治力量的角逐 更是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动态的反应 从印度的国家选举 南韩的国会选举 到乌克兰在战火中的坚持 每一次选举都在为世界的未来描绘新的轮廓 在印度 外交政策报道了印度人民党BJP 可能从一份报告中获益 该报告指控印度政府 自2020年以来 在巴基斯坦策划了非法处决行动 这一指控恰逢全国选举的来临 可能会增强外界对印度 越来越愿意执行海外暗杀行动的担忧 然而 在印度国内 这份报告可能会提升莫迪总理的形象 他对巴基斯坦采取了强硬立场 这在印度选民中颇受欢迎 这份报告还可能有助于抵消 对印度在应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方面 努力不足的批评 南韩在2024年4月10日 举行了第22届国会选举 主要反对党民主党 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夺得300席中的174席 而执政的国民力量党 仅获得109席 这次选举的整体投票率 达到了32年来的最高纪录 67% 选举结果对于总统尹锡悦而言 意味着国内外政策将面临重大阻力 尽管他继承了一个分裂的政府 我们不期望看到显著的变化 乌克兰在2024年第一季度的战况报道显示 尽管前线发生激烈战斗 但局势似乎陷入了僵局 乌克兰军队成功摧毁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 大部分船舰和飞机 并对俄罗斯境内的石油精炼厂发动了成功的攻击 乌克兰安全服务还发动了对俄罗斯油厂的攻击 这被分析人士描述为战争的新阶段 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平民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 特别是在前线地区 这可能是试图在美国等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补给放缓或暂停时对乌克兰施加压力的企图 在国际事务方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24年第一季度进行了几次外交之旅 希望巩固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一使命在美国援助放缓的背景下尤为关键 乌克兰与据七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签署了安全合作协议 欧洲国家也努力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急需的火炮弹药 这些选举和事件不仅反映了各国内部的政治动态 也揭示了国际社会在面对安全挑战 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支持民主和自由价值观方面的立场和策略 从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强硬立场 到南韩选民兑现政府的审视 再到乌克兰在持续战争中的坚持和国际间的合作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复杂多变政治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石油市场风险开始引起共鸣 自从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公民发动攻击以来 石油市场似乎对升级风险不以为意 尽管对加沙的残酷攻击导致估计有3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获悉武装分子频繁攻击红海船只导致航运通道中断 以及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低级别冲突 市场反应却相对平静 这主要是因为原油和成品油的实际供应并未受到干扰 相反 宏观经济担忧继续主导着供应充足的石油市场的情绪 去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OPEC加的减产 被其他地区的供应增长所抵消 最近的价格上涨表明市场情绪正在发生变化 布伦特原油价格在4月初攀升至每桶90美元以上 随着交易者现在预计今年剩余时间 原油和成品油基本面将更紧张 市场对潜在地缘政治供应中断的风险变得更加敏感 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可能直接对抗的可能性 这可能干扰波斯湾地区的流动 格外引人关注 伊朗对最近以色列在叙利亚的空袭进行公开报复的可能性 该空袭导致一名高级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死亡 可能会将价格推高至每桶100美元 信号而非仅仅是噪音 市场基本面应继续支撑 今年剩余时间油价上涨 第一季度的石油需求增长相对强劲 包括美国的交通需求 国际能源署IEA最近将其第一季度需求增长数字 上调至每天170万桶 该机构将其2024年需求预测 上调至每天130万桶 远低于去年的230万桶 但按历史标准来看仍然强劲 亚洲将是增长的关键引擎 预计中国的需求增长 今年将放缓 即2023年异常强劲之后 随着后疫情时代旅行减少和经济放缓 但中国的石化需求仍然强劲 印度和中东也将支持需求 与此同时在供应方面 OPEC加的大幅减产推动布伦特原油期货 进入更陡的后清及及期交货的价格 超过未来交货的价格 这是基于预期 今年剩余时间经合组织国家库存的减少 该集团对短期市场管理的持续承诺 应该会使其在保持当前价格范围方面 占据上风 3月 OPEC加将现有产量削减延长至6月底 包括沙特单方面削减的100万桶 日和对俄罗斯原油产量及出口的修订计划 该集团在下行时主动 在上行时反应的倾向将鼓励继续谨慎 可能鼓励其将削减延长到下半年 以稳定目前每桶90美元的价格水平 非OPEC供应增长将保持强劲 但从OPEC加的角度看是可管理的 许多预测者预计 美国页岩油产量增长 今年将最终放缓 私营企业的热情减少 页岩油区的整合 钻探单位完工的仅数量减少 以及持续的资本纪律 表明上行空间有限 页岩油生产商不断给市场带来惊喜 过去几年的增长一直超出预期 但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计 美国原油产量今年将增加26万桶 日远低于去年的增长率 地缘政治风险难以忽视 由于基本面强劲且库存紧张 市场将继续警惕供应的地缘政治风险 正如过去两周价格上涨所示 去年市场的波动性也可能回归 因为纸面交易者更加关注地缘政治事件 自10月以来 市场一直担心升级的威胁 尤其是战争扩展到伊朗的任何迹象 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更广泛战争 可能将伊朗更直接地拖入持续的冲突 这可能是升级的一个催化剂 到目前为止 尽管自10月以来发生了数千次跨境火箭和导弹攻击 以及最近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更深入打击 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全面冲突尚未发生 真主党对可能拖累黎巴嫩进入战争的潜在政治反弹的厌恶 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压力 可能有助于防止冲突扩大 最近的事件表明 控制这些风险将变得更加困难 4月1日对大马士革的伊朗大使馆区的空袭导致包括一名 曾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领导行动的高级圣程军 指挥官在内的7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美国和以色列正准备应对伊朗对其在该地区资产的攻击 然而 伊朗可能会谨慎行事 以避免将自己拖入与以色列或美国的直接对抗 过去的经验表明 壮观的及时回应并不是最可能的结果 伊朗可能会选择战略耐心和一种利用其在该地区代理力量和盟军民兵的回应 当美国在2020年1月的无人机袭击中杀死卡塞姆 苏莱曼尼将军时 伊朗通过向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进行了回应 造成的破坏相对较小 并且没有立即进行更广泛的攻击 在过去的一周中 伊朗总统和真主党领导人发誓要对以色列的打击进行回应 但这样的回应可能再次涉及 旨在表明伊朗抵抗和捍卫其利益的象征性攻击 而不是像真主党对以色列的火箭攻击那样更加大胆的做法 过去几个月已经表明 伊朗的抵抗轴心使其能够在整个地区制造麻烦 伊朗可能会鼓励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发动导弹或无人机攻击 加大对波斯湾的邮轮攻击和破坏行动 伊朗对2019年一系列此类攻击保持了合理的否认性 并增加对胡塞武装的支持 伊朗还可能对美国或以色列在中东以外的利益进行报复性攻击 这些行动将符合伊朗依赖其工具的多样性和分散性 使其对手不愿直接回应的策略 除了伊朗报复的直接威胁外 以色列国内政治动态的长期风险也不容忽视 本杰明 内塔尼亚湖总理是一个特别的不确定因素 他的国内人气正在下降 如果他被罢免 他面临被起诉的可能性 因此内塔尼亚湖有个人政治动机延长战争 不仅在时间上 也在范围上 以色列最近在大马士革的打击 是与伊朗持续的暗战的一部分 但他似乎也只在激怒德黑兰进行更公开的报复 即使只是针对真主党的升级 也会在操作上拉长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然而 这将加强内塔尼亚湖的说法 即伊朗仍然是以色列必须对抗的存在威胁 对石油市场来说 这有几个重要的含义 最大的风险是升级使以色列和伊朗陷入更直接的对抗 这将使伊朗的产量面临风险 并增加伊朗可能干扰通过波斯湾的 每天1800万桶石油流量的可能性 与鸿海不同 波斯湾航运没有替代路线 如果发生任何此类中断 考虑到风险的体量 其对价格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但即使是威胁感增强 鉴于当前和预期的基本面 也将在价格中增加地缘正值溢价 这些风险可能会在市场预计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收紧 以及美国夏季驾车季节开始时升级 90美元每桶的油价 无疑让拜登政府感到焦虑 该政府最近取消了最新的招标 以帮助填补战略石油储备SPR 原因是价格较高 能源部一直在逐步填补SPR 目前的库存为3.64亿桶 如果市场风险累积 价格向每桶100美元或以上攀升 白宫将有几个选择 可能包括从SPR填补转向释放 以及重新蹲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